裁员滚滚款的沙发其实已经在整个市场 十几年屹立不倒的一个款式了 那这两年呢由于整个市场环境的一个影响 各个厂家纷纷的把自己的款式上面给加以改进 这一款沙发很多人好像慢慢在遗忘它 但其实这一款沙发它特别的耐看不幸 你看首先整个沙发它的遗老是这种几层的 而且它整个外展有一种大气夸张的这种感觉 那您看这两边卷起来的是不是又像以前古代那个如意的造型呢 那在这一些部位既然是裁员滚滚沙发 没有繁复的雕刻 但是它这一些的造型你看这元宝的一个造型 祥云的一个造型 然后这一个看这一个是灯笼五福的一个造型 其实它在很多的小细节里面虽然是素面 它也能够体现出裁员滚滚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元素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这一款裁员滚滚在以前的基础上改款了很多 在这个前面那这个就是盆满钵满金银满盆的这么一个盛世的景象 这个它也是招财尽宝的 然后我们再看既然是裁员滚滚吧 我们以前的时候在这里是有一个旋转的滚滚而来的一个手把珠 那这一款呢 我们在这个手上也增加了一个手把珠的一个造型 这个手把珠不仅是滚滚而来的裁员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如果是坐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手可以是完全在这里进行一些穴位上的一个按摩的 那也是健康滚滚而来 所以像这一个款型的裁员滚滚沙发 经典的款式它其实真的是永不落幕的 而一些小小的改动又能给我们增添一些新的景象 这就是裁员滚滚沙发 靠背板赌板哦 全部满车的纯正国标马里尿哦 越用越值钱